來到櫻花季節的Harrigate 那怎可以不來逛逛公園呢? 我們來到Valley Garden 我們看到Valley Garden又有一個Japanese Garden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一次我們也有介紹過一個Japanese Garden 是在Horsford那邊的 我們現在來到Valley Garden Harrigate 都有一個Japanese Garden 讓我帶大家看看這個Japanese Garden 和上次看的有什麼分別 現在大家看到的大環境就是Harrigate Valley Garden 這個就是在Valley Garden裡面的日式庭園 它有個名字 正直 又正又寂寞 好了,我們走了 好,我們進來這個日式庭園 首先映入眼簾的 有一些不同顏色的植物 這裡有一條小徑 歡迎來到這個極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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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的平平 這裡有一條小石路 它說明的 Keep off the rocks 所以不能夠走這裡下去了 眨眼看这里的植物种类都非常之多 虽然都是松松哥哥是不能够说出他们的名字 但是可以见到就是有很多不同形状颜色的植物 这条小桥就是刚刚我们见到那条好像小河流一样的下游中间架起的桥 如果是一个日式的庭园我会期望这里会有錦里的出现 看看这里有没有錦里先 錦里在哪里 嗯 现在就这样看可能这里未必有錦里 那我稍后看看走到下一个地方会不会有錦里 刚刚在我们的旁边就是有一只小鸟飞过 看看他们还在不在这里 在这里 大家见不见到 是一只Robin 是很肥美的Robin 很大只 咦?他刚刚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 飞着了 飞着了 的确呢 走到这里的庭园 是 也有一种平静的感觉 OK 可能人不是很多 相对隔离 Play Area 很多游乐设施的公园的部分 这里是相对平静很多 那边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放学 所以就 摄滑梯 打仙秋 那我们这个庭园呢 就走完了 接着走回来 在另一个入口 看到有一个日文字的名称 静直之亭 很有新海城的感觉 好了 不知大家对于这个日式庭园有什么感觉 和上次重数介绍的日式庭园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就跟杯子 扶植 快点 打不出 英语 已经